战机挂载实弹 通战对抗 多艘虚步舰射压进逼 山东舰航母编队现身台岛东 它就是成见出来的实战和威慑的效果 实际上是演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台海地区的作战过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力舰 舰指河方 凤凰聚焦 亮剑72小时 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 解放军刚刚结束了 为期三天的环台湾岛实弹演习 全兵种合力全面围倒 火力模拟上岛 展现出夺下制海权 制空权 以及信息控制权的全面风空能力 演习中 有哪些先进的主力武器装备和关键部署 又透露出怎样的战术玄机 4月8日上午9时26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声明 东部战区将按计划在台湾海峡 和台岛北部 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 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紧接着一个小时后 东部战区再次发布声明 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已展开 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下 多军兵种部队对台岛及周边海域关键目标 实施模拟联合精确打击 持续保持围岛禁逼态势 从宣布演习到演习正式打响 仅仅间隔了一小时 台媒称解放军的演习 让台军措手不及 这个战队性是非常明确的 这段时间台海地区的形势急剧紧张 究其原因很简单 就是蔡英文串访美国 并且还和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关起门来 还搞了一个会谈等等 这个明显是在挑战 咱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 领土完整的底线和红线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不可能不做动作 而做出最好的动作 方式之一 就是举行这样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我们探索装备实战运用中的 新打法 新战法 通过侦察信息多于获取 目标数据动态更新 毁伤效果实时掌握 其身复杂战场环境下 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收到拇指动拐扬两批 大家听听听好 4月8日第一天演习重点是 第一阶段部队快速部署到位 夺制空权 制海权 制信息权 同时各任务部队同步组织 环台岛战循禁逼 塑造全项围岛设压态势 第一天呢 8号那天 我们呈现出一个就是围岛 或者叫锁岛 或者叫封锁的这么一个态势 叫禁逼的态势 台湾岛它的西侧就是台湾海峡 那么再加上北侧 东侧 南侧 那也就是四面八方了 360度 密不透风 以前叫围岛 现在完完全全就是环岛的 这么一个军演的态势 4月9日 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 演习第二天 重点是实施模拟远程联合火力打击 其目标是打击要害 直击命门 东部战区出动陆军多个炮兵旅 火箭军多个常规导弹旅 进入预定作战地域 协同海空突击力量 对预定目标实施模拟打击 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 火力快繁和远程轻打效果 远香火部队展示多目标精确打击 火箭军任务部队完成首轮 对台岛关键目标的模拟打击 火箭军部队联合战区各军兵种 依托连战大使戏 共同实施对陆打击 对海突击等重要科目演练 检验全时代的状态 聚合精准打击能力 有力实现连战军设计 在东部战区发布的 《联合精确打击模拟共画》 陆海空及火箭军等任务部队 从不同方位 对台岛关键目标进行模拟攻击 精确和关键表明了 打击目标是重要军事设施 或是台独重要政治场所 将台岛关键目标 作为打击对象前所未有 远香火以前看到过 在咱们70周年的 国庆大阅兵上出现过 但是没有讲它的射程有多远 这一次通过公开的报道 大家一看 我们知道台湾海峡 最近的距离的话 也应该在将近200公里 那么远香火要直接模拟演练 对岛内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也就是关键 石锤 它的射程已经达到了300公里以上 连续三日 战区空军T4出动数十架次侦察 预警 尖击 轰炸 干扰机 恢复台岛周边空域 协同岸海空突击兵力 构建一体联合打击体系 任务中 鸡群为其他军兵种对陆突击力量 提供目标引导和支援演绘 多架轰6K 轰6M战机 在尖击机掩护下低空突防 协同远香火 常规导弹 使用精确制导弹药 对目标进行模拟打击 这次演练过程中间一个亮点的话 就是空军轰6模拟演练 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 从全球范围来说的话 基载高超音所短弹 除了俄罗斯就是咱们家拥有 而这一次轰6K 或者是更先进的轰6 其他的那个型号的话 模拟演练的这种 对海上目标的打击 再结合火箭军 在这次公开报道说 包括陆军火箭军和空军海军 多军兵种的火力 密切协同联合打击 这个对海上目标 那么也就是针对性非常明确了 就不仅仅是岛内的 这些海上舰艇的目标 即便是域外势力来的 包括航母这样的目标 我们都有打击能力 此次环岛战备警巡 和联合力舰演习同时举行 相较以往演习 对台岛禁闭力度更大 从西部 东部 南部 北部 整体对台岛形成紧逼压缩的态势 如果说这次整个的演练 有很多看点的话 我个人认为的话 这个是最大的看点 为什么这么说 战备警巡四个字 什么叫战备 就是高等级的战备 也就是说部队平时 它实际上是处于平时状态的 如果你不打仗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你是处于一个低等级的战备状态 然后由于随着外来的一些形势 情况的不断的升级 那么你要提高部队的战备等级 那么最高的话一级战备等等 那么这一次 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能够出动 也表明了我们东部战区 或者是我们解放军 在这个方向的作战部队 时刻保持着高等级的战备 战备警巡 包括持续高等级的战备状态 和警戒巡逻 这是在演练对台岛长时间 持续不断的风控努力 而不仅仅是演习 这个时间段时的行动 尤其是与时兵时弹的 部队行动相结合 与四面八方对台岛的 实战化演训相结合 这样就形成了更强的 禁逼施压态势 4月10日 还台岛战备警巡 和联合力舰演习第三天 演练重点是孤岛风困作战 也就是把台岛孤立起来 解放军陆海空及火箭军 等所有任务部队火力打击 从台岛机器周边 向台岛东部 西太平洋深处扩展 继风困台独分子 也组织外部势力干预 针对解放军东部战区 一连三天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 和联合力舰演习 台湾军方表示 全程掌握解放军的动向 并严密监控 台湾军方称 秉持不升高冲突 不引发争端原则 以训练为着眼点 应对了解放军围岛演习 期间 台军地面部队落实战备演练 陆基防空 制海飞弹部队提高警觉 台湾军方强调 虽然解放军东部战区 宣布演习结束 但台湾军方强化战备 整备工作绝不松懈 将绵密掌握海峡周边动态 持续驻搜解放军火箭军 地面远火部队及山东号 航舰编队动态 保持戒备 适切应处 第一天就是演练的是 一个进逼封锁 第二天就是火力打击 火力打击完了之后该什么呢 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 该模拟 演练 登岛 夺岛 也就是说 这三天看着时间比较短 但实际上是演练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 一个台海地区的作战过程 2022年8月 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 解放军就在台海周边 画下了六个禁航区 进行了封岛演习 而此次环台岛演习 不仅出动191香火 还出动了很少露面的 022型导弹舰 以及鹰机12B 暗机超音速反舰导弹等 塑造了全方向围岛射压态势 围岛更紧 各军种任务部队 进入台岛周边24海里 对台岛四面合围 全向缩导 达到了切断台岛与外部连通的能源线 切断外部干预势力 对台岛的支援线 以及切断台独分子 以武巨统失败后的外逃线 国际军事观察家认为 此次演习实战性极强 所有参演要素都是 时兵时装时弹 执行战备警训的舰机雷达开机 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那么这个演习的话呢 时间上我们看着 似乎比去年 佩洛西串访台湾地区的时间 稍微短一些 但是时间短不意味着 我们的训练科目会少 不意味着我们的训练内容 会比原来的要弱 也不意味着 我们出动的兵力强度会小 像去年的时候 东部战区是使用了火箭炮 战役战术导弹 以及海空兵力 在为台湾岛周边 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而且和去年不同的是 去年实际上在演训期间的话 我们的航母编队 并没有接近或靠近这片演训区 面对此次演习 不禁让人联想到了 26年前的台海危机 和2022年的索岛演习 1995年5月22日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 决定允许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 李登辉作为校友 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 1995年6月7日 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 期间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发表演讲 大肆发表台独言论 此举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 稳定发展的基础 使1995年早春出现的 两岸良性互动局面毁于一旦 台湾海峡出现了1958年以来 最严重的危机 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打击台独势力的嚣张试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6年3月8日 启动了名为海峡安全96的 大规模军事演习 该演习是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 在台湾海峡最大规模的一次演习 主要涉及了空袭 海战和特种兵三个项目 2022年8月2日 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窜访台湾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 由于8月4日至7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多军兵种联合实弹演习 这场索岛军演规模 虽不及1996年那次 但也是十分庞大的 演习主要涉及空袭 海战 登幕 三个项目 国际军事观察家认为 如果说1996年的演习 是为了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 李登辉的台独演问警告 那么2022年和此次的演习 可被视为在某种程度上 对美国的警告 4月6日 日本防卫省通报称 海上自卫队在冲绳县以南 约300公里的海域 发现中国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 除了山东舰以外 还有054A型导弹护卫舰柳洲舰 和901型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 并观察到山东舰编队 已经沿巴士海峡南下 进入西太平洋海域 按照常理来说的话 一艘航母出具标准的情况下 你应该会带3到4艘导弹驱逐舰 以及1到2艘导弹护卫舰 再加上补给舰 作为一个战斗编程的航母编队 而这一次的话 山东舰编队里面 严格意义上的护航舰支 只有一艘导弹护卫舰 而像我们战斗力更强的055 还有052D导弹驱逐舰 都没有在这其中 这似乎表面上看 它不是一个战斗编程 而是一个日常的训练 4月10日上午 台湾军方称 截至当天上午10点 台军侦测到解放军军机 出现在海峡空域 其中有数十架次 穿过所谓的海峡中线 即进入所谓西南东南空域 其中包括了 进入所谓台湾东南空域的 歼15舰载机 台军推测山东舰航母编队 在台湾岛东西太平洋海域 对此台湾军方表示 将沉着态度以对 以不升高冲突为原则 密切监控 应触解放军动态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 解放军这次演习 是为了验证海空兵力 能否多点齐发 实现不动用导弹 便封锁台湾 而如果山东舰航母编队 加入这次演习 将验证是否能有效 对美军实施反介入 及区域拒止 台湾东部所谓的安全区域 将变得薄弱 很多人推测 他就是搞一次远洋的训练 再加上从岛内 或者是日本自卫队 所拍摄的照片 发现整个甲板上 好像舰载战斗机 数量不是很多 只有12架 因为我们都知道 山东舰如果满边的话 可以带30架左右的潜射 固定以舰载战斗机 那12架明显不多 更多的像是一次普通的训练 4月10日中午12点14分 解放军东部战区 发布官方通告 在台湾岛以东巡逸待战的 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 与前出的东部战区 海空力量密切协同 组织区域制空 对海突击 支援侧应等科目演练 兼15舰载机轮番升空 在演习海域迅速构建起 航母编队作战体系 山东号航母编队 加入到这一次 整个演训的过程中间 的确多多少少是出乎 外界的一些预料的 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包括尤其是岛内当局 或者是西方的媒体 开始认为也是山东舰 它出去就是一次 普通的远洋训练 山东舰航母编队 出现在台湾岛的东部 致使此次联合力舰参演兵力 从台岛的西部 北部 东部及南部 对台湾岛形成不断进逼的 合围态势 国际军事专家认为 此次山东舰航母编队 出第一岛链进行部署 这说明中国沿海体系 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航母出现在台湾岛 以东海域的话 在未来有可能的台海作战中间 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 它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 向内 对岛内的压力 第二个 向外 拒止域外有可能的 包括航母等兵力 这样的外来干涉 那么对内的话 如果航母出现在台湾岛 以东海面 那意味着整个台湾岛 它的东海岸不再安全 就在山东舰航母编队 抵近台湾东部海域后 从根本上完成了 在台岛周围形成 密不透风的风控闭环之际 弥补了台岛东部海空域的 薄弱一环 台湾岛以东海空域 历来是风控台岛的重要一环 在解放军为列装航空母舰之前 台军曾制定保存实力的 东书方案和计划 同时外域干涉势力 也试图从台岛以东海域 来强行介入 这对解放军恶敌介入 提出了挑战 以前岛内的防卫部门 是非常放心大胆地说 因为中央山脉的阻隔 大陆的火力是很难从大陆 直接打击到东海岸地区的 但是当航母出现在东海岸的话 舰载航空兵以及伴随着 护航舰支它所携带的火力 那对整个东海岸的打击能力 就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对岛内的打击 第二个就是对有可能 来自于美国的这样 航母的外来干涉 那么有航母在这儿 这个拒织作战能力就不一样了 美国海军协会网站 4月10日发布通告 美国海军尼米茨号航母编队 在台湾以东的 菲律宾海地区部署 并在4月7号和8号 在菲律宾海进行舰载机飞行训练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 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 当时美军以自越南战争以来 最大规模的武力展示 作为对解放军军演的回应 派遣多艘军舰 包括独立号尼米茨号两艘航母 驶往台海附近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 曾经说 中国应该知道 西太平洋最强大的军事大国 就是美国 当时的解放军技术含量低 行动迟缓 无法与美国军队相比 海军和空军表现平平 不能冒险远离中国海岸线 曾在布什 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 担任情报和国防官员的 克罗尼格说 那时的中国人被美军在第一次 海湾战争中展示的高科技 吓了一跳 决定学习美国 从此启动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建设 以加强在台湾海峡的地位 专门研究中国军事和印太安全事务的 前美国陆军军官冯德威也注意到 中国在1995年的台海危机之后 开始强化太空卫星资产 致力于建设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和 蓝水海军 20多年过去了 过去空军几乎飞不出海的解放军 脱胎换骨 进步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尼米兹号来到了台湾以东海域距离 咱们的山东号航母编队 不算太远的距离 看着很强硬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非常尴尬 就在尼米兹南下的时候 朝鲜半岛地区又出现了一个大事 就是朝鲜宣布 刚刚进行了一次水下战略武器的爆炸实验 那么本身尼米兹号调到西泰地区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日本 韩国 美国的联合演习 所以你别看现在美国人高调的宣布 把尼米兹号航母调过来 来应对解放军的军演 实际上它已经是力不从心 通过公开的卫星坐标图显示 山东舰和尼米兹号的航行轨迹 可以看出 山东舰4月6日从南海出发 一直在向台岛以东横插 而尼米兹号几乎同步 从4月7日也在往台岛进逼 于是山东舰调转航向北上 拦腰斩断了尼米兹号的西境之路 双方于4月8日和9日距离拉到了最近 但到了4月10日 尼米兹号向东与山东舰拉开了几百海里的距离 国际军事专家普遍认为 此次山东舰前出西太平洋 可以被认为是形成战斗力的标志 也可以被视为山东舰的最终考核 而山东舰在本次演习执行对外拒止 介入台海域的外界力量 对内完成对台岛的彻底封锁的任务 也可以被视为山东舰的第一次战备实战演习 这段三年半时间实际上山东舰本身 就已经形成战斗力 从去年开始山东舰就不断地传来 出海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些消息 而且这些出海训练的消息 往往伴随的是什么的 美国航母或者美国某艘舰艇 又闯到咱们南海来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山东舰也是出海训练 难道是巧合吗 我想不是 这个一方面是山东舰自己训练 另外一方面也是有针对性地 拿串到南海的这些美国航母 或美军的舰支来进行练手 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说明山东舰其实早就已经形成战斗力 相比于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国产航母山东舰的首次出岛链 远海训练的步伐更快 2019年12月17日 山东舰交接入列 只用了三年三个月的时间 就开始远海首秀 从2020年1月份 至2020年12月中下旬 山东舰在大连船厂进行维护 在此期间 山东舰顺利完成舰载机起降 实际使用武器作战系统调试等任务 编队体系作战能力 在实验训练中不断提升 2020年12月21日出场后的 山东舰航母编队 通过台湾海峡赴南海相关海域 开展训练 从此进入快速生长期 山东舰正式形成战斗力后 每年可以在辽宁舰的执行时间的基础上 再加上40到60天 这样就可以确保中国海军 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有航母在海上 对于中国海军前出远洋 宣誓军事存在意义重大 解放军一年来的两次围岛演习 不仅打破了所谓的海峡中线 还实现了战机对台岛的 常态抵近威慑 经过几次的实战模拟 解放军精进了战法战术 实现了对任务规划 远距离机动 夺取制空海等能力的积累提升 此外 此次演习期间 尼米茨号航母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活动 使得山东舰参加本次演习 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 也将这次围岛演习的真实度 提高到了另一个地步 山东舰的首次亮相 可以称之为此次演习的震撼收官 向下有出措了 南本眨航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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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引 讓我保持清晰 過了 擔心 我明白你正在做練習 我會改變我的課程 讓你和861 過了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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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里 過了 2公里 由861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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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蔡英文竄訪美國 台灣和美國的一些政客 又一次在聯手試探 中國大陸的底線 而聯合力建軍演 展現出解放軍 隨時待戰的狀態 和隨時能戰的決心底氣 台獨的挑釁 無異於走鋼絲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 我喜歡 超級為了 超級為了 為了 謝謝 請 要 我們 我們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